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14号 在美国是星期六 大家周末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话题呢 是告知大家呢 美国已经因为武汉新冠病毒的对美国全境的影响 昨天呢 川普总统已经宣布美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关于紧急状态呢 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面做过一个解释 就说这个紧急状态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 所谓紧急状态就是等于全城戒严了 进行军管了 所有各个部门 各个路口村口都是均紧把持 然后呢 所有的老百姓都规定你必须待在家里面 待在指定的位置 然后不许乱说乱动 谁如果冒犯就可以直接击毙了 这是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所谓紧急状态 美国不是这样 美国的紧急状态 对美国普通的民众 对老百姓来讲没有生活上没有任何影响 该吃吃 该喝喝 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它对政府影响很大 也就是政府一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后呢 就可以调动全国最大的资源 包括军队的资源 包括国民警卫队的资源 也就是调动这些军警人员呢 进行抗灾就医 同时呢 总统可以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所给总统赋予权利的那个一部分资金 像这一次川普就直接再次动用了5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 直接投入抗疫防疫 这也就说资金上总统有权利调拨一个很大额度的资金 同时呢 人力上呢 可以调动军队 调动国民警卫队 调动当地的消防人员 进入呢 紧急抢血阶段 同时呢 美国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瘟疫影响 所以美国的医疗部门全部动员起来 美国现在马上实行的就是那种快餐式的检验 类似于我曾经在我前面的节目里面放过的韩国的那个检测的这种状态 其实美国啊 很多品牌的快餐店 他们都有一个快速的驾驶员专门购物的通道 这个通道呢 也就是驾驶员不用下车 他把车子呢 开到那个通道以后 在这个快到窗口之前呢 有一个点单机 你点单点好了以后 你到了窗口呢 付钱拿你的货物 这个呢 在美国呢 所有各大这个品牌的快餐店都有这么个通道 那么现在呢 建立的这个检疫呢 也是这个通道 美国各州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建立了这种快餐式的检疫通道 也就是驾驶员 不需要下车 不需要接触检疫人员 也不用付钱 检完了就走 一辆车接着一辆车 用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呢 一是最大限度的 最快速度的去检测所有要检测的人员 同时呢 防止交叉感染 这是美国呢 现在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些政府性的保护措施 那么同时呢 我们孩子所在的学校呢 已经宣布这个停学了 从昨天开始去停课 一直停到4月6号 那么4月6号以后是上网课 还是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复课 现在呢 学校要求我们等待最后的通知 那么像我们孩子这种停课三周回到家里面的这种状况 在全美来讲 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 可以讲 美国绝大部分受到影响的州 现在都是这么去做的 这也就是说 美国这个新冠病毒现在受到影响 在美国波及民众中间产生的恐惧 产生的慌张 现在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因为美国昨天一天就新增了474例新冠病毒的确诊者 昨天呢 新增了7例死亡 目前来讲 美国它全国现在确诊的总数达到了2240例 死亡人数呢已经达到了48个 那么这个已经可以说是美国本土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最惨重的伤害了 这个惨重的伤害因为还在持续 很可能会超过历史上的珍珠港事件 甚至是超过911事件 因为911事件它的死亡人数是不到3000个人 包括那17个接级人员加起来也没到3000个 所以美国现在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 它已经完全进入叫准战争状态嘛 所以我在上期节目里面认为 中国已经成功的挑起了这次世界大战 什么叫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显然就是什么 世界上多数国家卷入某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这个战争中很多平临它生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状态 而是一种战争型的状态 是一种抢购型物质匮乏型的状态 同时整个交战已经分成几个阵营 有可能是两大阵营 有可能是多国对一国 现在中共就是一国对多国嘛 所有的国家现在都给中共成功的把战火引燃 中共它是用你看不见的这种方式 对全球发起了它的这个细紧权 生化武器战 它是先牺牲了自己国家里面一部分国民 让武汉人民先承担了牺牲以后 然后它用这种方式去掩盖它向全球扩散这个病毒武器的这种方式 你不好讲我什么 我说我们国家里面先发生了瘟疫嘛 那我们发生了瘟疫啊 我们不是在抗险救灾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到全世界 我们也没办法 而你们没有做好嘛 你们没有防范好嘛 所以中共呢 它一边是用这种方式去指责西方 它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你们没做好 你们自己没有防疫好 但是人家为什么没防疫好呢 那是因为你提供的所有数据都是虚假的 世卫组织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向全世界发布的信息也全部是虚假的 相信共产党的都是死的惨的 意大利的社会福利部长讲 中国给的数据全是假的 实际上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相当快啊 它们给我们的数据就说 除了武汉之外 其他全国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是零增长 那么按照意大利认为 既然是除了武汉之外 其他城市都是零增长 那我们意大利只要控制来自于武汉 来自于湖北的人就行了 其他的中国人你们就可以照样的正常的进入意大利 好了 这样他们相信共产党的数据 认为它的这个传播仅仅是在武汉地区 仅仅在湖北地区 放松了中国其他地区人涌入意大利以后 意大利急速的增长 到了意大利今天已经伤亡惨重 每天都大量的死亡 一天都死到250人的时候 意大利这个福利部长暴跳如雷指责 中共给我们的数据全是假的 中共全是骗人的 你今天知道中共骗人了 中共一直在骗人 所有相信中共的都会死得很惨的 美国相信中共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爆发了 一开始川普总统他根本不重视啊 他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流感 而且他夸奖习近平做得好 习近平的团队做得好 习近平又透明 组织的又到位 十几天就盖起来一个医院 这都是川普想当然的啊 中共盖的那个什么医院啊 那个医院是治病的医院吗 那个医院里面有一张病床是去救治病人的吗 那个火生产医院就是隔离 隔离的结果就是你在里面扛 扛过去你就扛不过去 后面就是火葬场 直接就火化炉就烧掉了 这是医院吗 所以美国由于对中国这个病情 这个病毒向全球传播 尤其向美国传播 根本不重视导致什么 导致了这个疾病 现在在美国大幅度的增长 到了昨天美国一下子粘死七个 美国总共确认的病例已经到达两千两百多个 总死亡人数到了48了 川普现在着急了 所以他现在宣布紧急状态了 而且呢出台了很多措施 这个比方说调动了五百亿美金 然后投入这个抗疫 而且呢免除一部分学生的贷款 同时川普宣布 趁着现在石油价格低迷 也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他们互打价格战 把价格压得非常低的时候 美国现在石油不出口 而且美国要收购一部分石油进行战略储备 这个呢作为川普 他一个商人 他操作这些事 他都非常优秀的 但是对共产党他认不清 他相信共产党的结果就是美国 他的这个灾难在扩大的结果 川普如果一天没有认识到 中共必须跟美国脱钩 中共必须被消灭 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如果川普不这样认识 不这样去做 那么美国和全世界永远不会有太平 中共它是一个邪恶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政党控制的 一个邪恶的恐怖组织 这个恐怖组织是以国家恐怖主义的身份出现的 它让你认为是一个合法的国家 但是这个合法国家做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 整个这个病毒武器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方式 通过中国普通人员传遍全美 传遍全球 美国虽然采取了控制中国游客到达美国的措施 但是你控制不住 大量的中国人仍然进入美国啊 因为美国宣布的是不许中国持其他签证的人进入美国 但是你没办法限制美国公民和美国绿卡持有者 他们可以进入美国 你川普应该知道 大量的来自中国的 这个可以进入美国的 都是持有绿卡和持有公民身份的人 这些人都来自中国 这些人都有可能是病菌携带者 而这些人美国是没办法限制 因为他是公民或者是绿卡持有者嘛 但是这些人你至少应该隔离啊 对他们进行跟踪 对他们进行检测啊 而大量的中国人他们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 持有美国绿卡身份的人 这些人恰恰都是病毒的携带着 而这些人从武汉封城以后 他们都是大量的逃往美国的 显然他们知道美国的医疗条件好 美国更安全 这些都是权贵的子弟 甚至都是中共高官的家属 高官包的那些二奶啊 小三啊 他们的私生子 这些人才有绿卡 这些人才有美国身份 所以他们大量的逃亡了美国 这些人入境是不受限制的 但是你应当对他们进行检测 而往往是这些人把病毒已经传到了美国 他有一个交叉感染的过程嘛 现在中国已经把这个病毒的源头 把它指认是美国 是美国参加军运会的这个队员 在武汉参加去年九月份举办的这个军运会 然后把这个病毒呢 散播到武汉 然后最终在武汉发酵 形成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病毒战争 中共它现在赖到人家美国头上 中共这些话都是欺骗中国普通百姓给草民洗脑的 也就是普通草民他们认不清中共讲的这个话是不是事实 他们真的以为是美帝国主义太坏 美帝国主义来害我们 所以说美帝国主义到我们中国来参加军运会期间释放了病毒 导致了我们现在受到那么大的灾难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看一下全球传染的过程 就知道这个病毒来源是哪里了 美国查出来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是西雅图的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是到武汉去相亲的 结果亲没想到把病毒带了一身回到了西雅图 这是美国的第一例 加拿大的第一例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是从中国到加拿大来过年的 这一对夫妇到了加拿大以后很快就感觉到身体不适 那么最终查出他们是加拿大第一对这个冠状病毒的携带者 也就是所有的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 他们查出来的首例第一例都是来自于中国武汉的 这个事实就已经放在着都是你武汉传播出来的这个病毒 而中共现在在否认中共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由于他发了两个推特 他指称所有的这个病毒是美国军营会带到中国以后 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已经在3月13号 约见了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对他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就是你们国家的外交官 以外交官的身份公开发这样的推特认定 这个病毒是美国传到你们中国的 对这种罔顾事实 然后诬陷美国栽赃美国的说法 对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这也就是说中国外交官以外交官的身份指认美国以后 现在已经造成了一个外交危机 这个危机多大 可以讲前一段时间世卫组织把整个这个武汉病毒呢 按照中共的要求呢 是千万不要提武汉千千万不要提中国 所以取了一个很长的英文的名字 希望大家能够改变对他的称呼 不要提武汉不要提中国 而自从赵立军发了这两个推文以后 记录了美国的电视台 记录了美国的新闻主持人 记录了美国朝野 包括那些参议员 众议员和美国的各级官员 现在美国各级官员 参议员众议员他们在国会听证上 包括所有的电视台的主持人 每个人现在都已经把这个病毒的名字 直接就说是武汉的病毒 他们现在人人都称之为武汉的病毒 也就是改变了过去这种混乱的称呼 现在把这个称呼就统一就是武汉病毒 也就是说你赵立军诬陷我们 我们就要还与他原来真实的面目 他就是武汉病毒 现在武汉病毒在美国就是疯狂传播 因此来讲赵立军他实际上是捅了把蜂窝 而这件事在美国产生的影响 就让美国人更加的看清 中共都是一个什么邪恶的官员 中共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政府 把明白的事实的问题 他们能够完全颠倒 就像川普他在昨天在白宫接待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面 他回答记者提问就说 第一中国和美国还需不需要继续执行 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 第二个中美贸易第二阶段的谈判 什么时候会开始 第三个也就是现在中国已经认定 这个病毒是美国传给他们的 总统先生你怎么看 川普就明确回答这个记者 告诉他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将跟美国在今年购买2500亿产品 包括500亿农产品的这个协议是不会变的 很快就必须要执行 第二阶段的协议谈判也很快会进行 关于指称这个武汉病毒是美国释放的 可以讲中国很清楚 我们美国也很清楚 先生方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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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决定 做了一些奇怪的 facts 什么是意识的 受估计的 信息估否 在那些人对的 信息估否 私信息估否 对一些 静音声 到什么 的 我们会与 这个 政府 在中国 会对 数十百万 小但 和五十百万 从我们的土美 并 我们可以做的 从我们的国家 如果啊 这是川普的表态 那么尽管川普是这样的表态 但是川普你讲的也很清楚 为什么你既然很清楚 你没有打击中共 你没有找到中共诉讼这个源头的目的 没有对中共进行根本性的打击 中美之间还要什么贸易谈判吗 第一阶段贸易谈判都没有执行谈什么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啊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按照川普 他口口声声是两千五百亿产品 中共会买 现在都三月份了 协议签到现在就整整两个月了 中共给你买过一分钱吗 兑现过吗 既然不兑现 你川普为什么还在能够画那个大饼呢 到了今天川普非常担心股市下跌 因为美国不断出来救市嘛 美国不愿意股市下跌嘛 川普最关心就是股市嘛 虽然股市现在会有一些反弹 但是中共对全世界破坏造成的这种伤害 在美国民众心中刻下的伤痕 我相信川普一定很清楚 现在全美在川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后 到处都在抢购 大型超市 尤其是美国那个知名的连锁超市 Costco每天都在抢购 可以讲 有的人到早晨五六点钟 就是提前五六个小时就开始去排队了 小推车都推的 小推车都推的几十米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这种大的疯狂的抢购 是谁造成的 除了中共 它渗入这个病毒 让病毒造成的恐惧 让病毒造成了大量的人员 因为停课停工 他们不得不带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们要做一些食物储备 还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是恶意的抢购啊 其中被媒体整理出 很多人本来是看到中国人抢购 他们就拍了一些图片 发到自己的推特啊 脸书上面结果被美国记者把他统计了一下 发现有一个中国大妈 他在加拿大温哥华列治文 他在那个Costco里面抢购大米 有照片 有当地人拍了一张照片上传的 人家把这张照片找到了 然后又发现穿着同样服装的同样的这个大妈 他又跑到了美国西雅图 在西雅图的Costco超市也是抢购大米 他连服装都没变 这也是被当地的网友叫西雅图的网友 拍了照片上传的 那么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很快又发现在美国纽约法拉盛 在法拉盛有一个Costco超市也有这个大妈 衣服还穿的是同样的 这个大妈又飞到了美国东部 在纽约法拉盛的超市还是在抢购大米 那么很多人就不明白了 这个大妈要那么多大米干什么 而且而且他从加拿大的西部温哥华城市 他跑到美国的西部城市西雅图 你可以理解 因为温哥华和西雅图靠的不远 可能开个车就可以 他在加拿大抢购的大米觉得不够 他又到美国西雅图又抢购了一批 你如果这样理解 那还好说 还从逻辑上能对应的啥 但是他专门飞到纽约这要多远 从温哥华飞也好 从西雅图飞也好 最起码要飞五六个小时 也就是他飞到了纽约法拉盛 在法拉盛照样抢购那么多大米 这个大米你准备怎么办 是准备把它运到西雅图 是把它运到纽约吗 你抢购大米的目的是什么 媒体对他就进行了跟踪调查 跟踪调查的结果就吓了你一大跳 也就是大妈们买米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囤 根本不是为了这个米 拉回家自己吃 而是为了卖为了牡丽 而怎么卖怎么牡丽呢 大家知道美国Costco超市 它是一个仓储式超市 它卖给你的米 它都是那种大袋子 就一袋都是50公斤100公斤200公斤装的 就是很大的包装袋 然后这个大妈到处抢购 存集了大量的大米之后 然后把这个大米把它改成小包装 小包装可能就是两公斤三公斤 或者是五公斤的这种小包装 把这个小包装上 再给你印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品牌 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包装袋把它包装好了以后呢 卖到黑人去 因为他们很清楚 美国的黑人也好 加拿大的穷人也好 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抢购的 但是他们不能不吃啊 等到超市里面大米被抢购一空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米卖的时候 这些黑人也好 这些贫穷人口也好 他们人要吃啊 他们吃不到米必须得买啊 那么不可能卖个什么大包装 因为他们也买不起 就卖这个小包装 而这个小包装的价格 已经翻了肉干倍了 这也就是说 当这个大的瘟疫到来的时候 有很多华人大妈就专门做这个事儿 而这个事不是大妈一个人的完成 是大妈后面有这么一个集团 有整个的这么一条龙 这一条龙里面有人是销售的 有人是包装的 有人是采购的有人是仓储的 那么形成的这种食物链 它的产生的结果就是这个瘟疫导致的抢购 导致的失误短缺 导致的民众的一种恐慌 而在这种情况下 像中国大妈这种把大包装拿来改成小包装 然后发财磨砺的人比比皆是 而美国的法律 现在哪有这个时间去懲处这个大妈 可以讲这些人就最典型的体现了利用灾难去磨砺的 这种非常卑劣的品行 像这个中国大妈她的这种卑劣品行的中国人非常非常的多 在中共怎么统治的七十多年来 中共给予人民的教育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贪得无厌就是成人之威 这种成人之威在中共 它的统治下已经光大到什么 所有的中共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各级官员 趁着这个机会他们就是讹诈人民 你听中共的 你听中共就是上当 美国今天听中共的 美国就今天造成了现在全国性的这个灾难 这个大的这个瘟疫的传播 而在中国国内明明这个瘟疫完全没有得到控制 中共号召这些老百姓你们去复工了 你们海外的人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国家瘟疫流传那么严重 你们还不赶快回国回国避难啊 凡是听中共回国避难的人 有很多人他自己身在自由社会 很多海外的这些媒体海外各种电视报纸 他不认真去看他专门去看个微信看个抖音 看个共产党洗脑宣传的东西 所以说很多人就愿意回到中国说回国避难 网上已经爆出无数个所谓回国避难的人吃亏上当 他们飞机下到北京机场以后 根本就不会让他们回家 而是把他们马上就组织到各省所指定的各种饭店和宾馆里面去隔离 每个人要叫好几百块钱每天的隔离费 不是祖国已经解决了吗 不是已经全部一片太平了吗 北京不是很安全吗 很安全为什么你们从国外回来反而要把你们隔离呢 因为你们是愿意放弃国外本来非常好的非常优越的民主制度 你们愿意投入中共专制的怀抱 是因为你相信共产党的邪恶宣传 所以像这样的人他们吃亏上当他们不是活该吗 他们自己主动要伸入虎须 他们愿意洋入虎口吗 还有很多相信共产党说可以复工 他们现在带着全家老小去复工的 我今天有一个网友他发了一段视频给我 说是有一个人带在全家一家五口回去复工了 他去复工等他到达了他要复工的那个公司所在地 当地的那些乡村镇的政府 对他们这种外地来复工的人员一律先给予隔离 而隔离的费用多少 一个房间一天五百块 他们家里面五口人需要开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十四天的隔离费就是将近一万五千块钱 他要当场先把这个钱交掉 不交是不行的 我是湖北人员我叫陈晓辉来自湖北弦陵通山县的 我是今天3月13号到慈禧来的 这边政府说要居中隔离五百块钱一天 我是三个大人两个小孩一起开两个房间 隔离十四天一起是一万四千块钱 钱在这里 他们当地太厚所跟村委会说 这个是国家会的民法标价五百块钱一天 以上是宾馆开口的收据 陈晓辉一万五千一万四千元整 隔离房费303 307 两个房间共计五人 2020年3月13号 因为这个隔离是当地政府的强制措施 派出所公安局你不交不交就抓人 你敢携带病菌到我们这来啊 你现在不隔离我们怎么知道你又没病菌啊 所以像这样人交的这个钱 都是所以被共产党这个甘心收割的韭菜 虽然他自己纷纷不平 但是你生活在中共这个制度下 你听从共产党的话你就要交这个学费 本来让你好好的在家老老实实地在家里面避过这个灾难 你非要去复工你相信共产党的话 你说现在可以复工了 结果你到了复工的地方 然后给你带来一个是什么结果呢 先让你隔离先让你花费你自己 本来你复工不就是因为没有钱吗 想出来打工想赚点钱吗 结果工还没付到先把这一万五交掉了 这不就是相信共产党的结果吗 我多次讲过不开两会 你们就千万不要复工 但是能听从我这个话的人我相信是不多的 但是你不听的人你就不断的要交上学费 包括那些在海外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欧洲的 很多那些小粉红现在相信祖国可以避难 祖国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他们就自己凑钱买了高价的机票 这个机票多少 现在从美国飞到中国的这个飞机的机票 要两万多美金啊 十几万人民币一张票啊 他们都飞 他们飞到中国以后 到了北京以后 按照各个省的分类 你是哪个省的 就把你交到哪一个省的接待站 而那个省的接待站人二话没说就有警察 把你押上大巴车 把你带到那个隔离点 到了隔离点就交钱 先把你这个14天的钱全部交完以后 隔离完了以后 再说你回不回家的问题 所以说相信中共的这些人 你怎么去劝他 跟他讲你千万别听中共的话 千万别回去 中国现在完全瘟疫没有控制住 回去有可能进方舱医院 甚至有可能进火山山 直接火化掉都是可能的 你讲这些话他听不清 他认为现在美国是水深火热 认为日本现在是瘟疫遍地 他现在就是要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是响应党的号召去热爱共产党 我天朝那么强大 控制这个防疫控制多么好 那你就去吧 去了以后他就知道 所以说你跟他讲再多的话没有 一定要让他自己上一次当 上过当以后他才知道 专制社会对他就是满地都是谎言 而相信谎言的人就要碰过头破血流 他自己不付出血的代价 他醒不了的 而美国是民主社会 美国什么东西都是公开的 包括川普他在应对各种 这个防御措施方面 美国全部要通过他的媒体 以及政府的官员向全社会公开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各级官员 尤其是美国的议员们 他们都纷纷的要代表他们选民的说话 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 无论是他的执政者就包括总统 还是他国会这个法律的批准者 还是这个国会议员法律的这个执行者 法律的批准者 他们都需要为美国民众考虑 美国在这个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当时美国这个疫情不断的严重 那么需要有一部分去检测 但是美国我上次在前几期节目里面就讲过 美国有相当一部分民众 因为这个保险费用非常贵 他买不起很多人就没有买保险 那么没买保险这些人 他们如果去检测 当时这个检测费用 每一个人是要掏一千三百三十一美元的 这对于那些买不起保险的人来讲 这是巨大的一笔费用啊 他们不愿意出啊 他们不愿意出 也就是这些人肯定就不去检测 他们不去检测 他们就会把他们这个病 传播在他们自己这个群体之间 那么美国很穷的穷人 申请了美国白卡以后 美国政府当然为这些穷人 支付了他们费用 这个白卡所有者没问题 问题是介于白卡和那些有钱人 买保险的那个人之间 美国仍然有好几千万人 这些人在当时检测是要钱的 因为那个时候世卫组织还没有宣布 这个武汉冠状病毒是全球大的流行病 在世卫组织没有宣布的这个情况下 他显然美国就没有认定 他是公共紧急状态事件 同时川普总统是到昨天才宣布 这个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嘛 因此川普总统没有宣布紧急法的时候 世卫组织没有宣布 他是全球的大流行病的时候 美国这个CDC就是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 他是不敢随随便便就宣布 这是紧急状态 然后给这部分人免费的 因此美国有一个议员 这个议员是谁 是共和党的议员 他就是我建民所在这个选区 一个共和党的议员叫Catty Porter 这个Catty Porter是个女议员 她呢就在国会去执行了CDC的主任 CDC就是美国的疾控中心主任了 他问这个中心主任 就有没有给美国这一部分保险 现在不能够覆盖的 也没有白卡的 这几千万人能给这些人给他们免费检测吗 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他当时的回答 真的很像中国的那些官员 就是呢他绕山绕水就说 我们全力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 我们正在跟卫生部讨论我们什么方案 他反复的就绕过这个议员对他直接问的话 因为议员现在就是要求他 你有权 为什么有权 法律赋予疾控中心主任在紧急状态下 是可以宣布让美国所有的美国公民美国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免费治疗的 现在你就回答我是yes or no 就是你就想是还是不是啊 他要这个激公中心主任回答 因为他认为你这个激公中心法律赋予你有这个权利 你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就你宣布是紧急状态 这些人就可以获得免费治疗了 你回答我嘛 但是这个激公中心主任就是跟你绕山绕水 一会跟你讲我怎么去为美国人民服务 一会我要跟卫生部怎么商量 一会我们现在要根据这个病情发展 我们要看政府能拿出什么更好的这个措施 他始终不回答yes or no 那么这个Catty Porter他就明确的告诉他 你必须回答我 别的话你都别讲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信 一个礼拜前就给你写了 要求你在一个礼拜之内做出回答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现在咱们不谈你做了什么工作 你负了多少责任 现在你跟卫生部有多少多少方案 你现在就回答我 能不能给美国所有的美国老百姓 能给他们免费 这个主人给他逼得没办法 最后就说你太会提问了 因此我现在要郑重地回答你 yes 可以 是的 当他回答这个话说 Catty Porter马上就说 所有的美国人你们听好啊 他已经说过了 所有人到美国去检测都可以免费 都可以免费 要是他们几书的 每个美国人都可以免费 都可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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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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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rote you this letter one week ago we asked for a response yesterday the deadline and the time for delay has passed will you commit to invoking yet 我认为医学组的原因是很重的 因为它是很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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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的,很重的! 我们要求是每个人的病人都在这一刻的病人需要在这一刻的病人需要, 我现在正在做的病人忙于HHS 看能够好处理解一下我们的病人, 医学细的病人都不需要做任何事,你需要做任何事,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就美国的议员 美国的议会制度的伟大 美国的议员行使他的职责 美国的议员对政府的官员 就要求你在最关键时候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情况下 你要给每个美国人给他们免费 让他们获得一个免费的治疗 因为他们只有获得免费的检测 免费的治疗在这个情况下 才能保证他们有病就去医治 而不会造成扩散和传染 这才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 挽救了美国人的健康 这就是美国的议员 他就是我这个选区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选区里面 有任何事我们就可以找他 这个凯特扎特 他自己在整个美国国会上的这番表现 被美国的各大电视台纷纷转带 纷纷称赞他 为美国人民办了一件大的好事 他这件事是办在世卫组织宣布 武汉冠状病毒已经成为 全球的一个大的流行病之前 他也是把这件事办在 川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前 因为如果川普宣布了 或者说世卫组织宣布了 那就不用解释了 美国就自动进入紧急状态 那么所有美国法律赋予的 这个美国公民他们可以获得免费 检测的这个待遇就完全可以落实了 问题是在这个之前没宣布啊 没宣布之前已经耽误了有一两个月了 这一两个月里面仍然有大量的美国人感染 而很多感染的出不起钱的人 他都是穷人啊 凯特就说问这个主人就说穷人 如果不能治那么穷人会不会穿了 穷人在得病上面跟富人是不是一样的 富人买了保险 当然他有保险为他支付费用 而穷人没有保险支付费用的时候 他如果不去看病的话 他会不会感染给你们富人啊 所以说凯特的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 因此这我们就要感谢美国的民主制度 正是美国因为有那么优秀的民主制度 所以说美国才存在着一个上下一心 最终来共同抗击这个瘟疫 问题是美国抗击瘟疫是可以成功 也一定能成功 因为凭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美国的人才优势和美国自身美国民众他们自身的自觉性 美国是会赢得这场战役的 问题是要找出这个源头 一定要问责 而绝不是当这个事情过去了 这件事就拉倒了 一定要问责是谁给你造成的 是中国共产党 是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府 是中共这个国家恐怖主义 向全球散布的这个恐怖的这个病毒 所以说要铲除中共 美国应该团结全球所有的民族国家在整个克服了这个大量瘟疫之后 问责中共 铲除中共 把中共消灭了以后才不会有下一个瘟疫的产生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